第1175章 福泽 吞噬之主诡异一笑 却是并没有丝毫的答话 只见得那神秘之眼轻轻一闸 那片天地所有的光线都是瞬间黑暗 甚至连弥漫着天地间的原理 都是在此时疯狂的对其眉心处神秘之眼抱拥而去 短短数个呼吸的时间 这片天地的能量便是空空荡荡 而吞噬之主眉心间的那神秘之眼 亦是越发的深邃以及危险 祖福之眼 吞噬光线 轻轻的声音自吞噬之主的嘴中传出 其眉心处的神秘之眼突然微眯 吓一傻 一道不过拇指粗细的黑色光线爆射而出 黑色光线略出 所有人都是能够见到 空间开始寸寸崩溃 那模样就如如破碎的玻璃 不断的掉落 光线的速度快得无法形容 即便是那十王殿都紧急只能见到黑光一闪 再接着他身体便是忍不住的颤抖起来 在那远古时期 不知道有着多少一魔王被遮到犹如死神般的光线所斩杀 甚至于连他都是曾经在这上面感受到了死亡的味道 没想到 即便是万载之后的这种感觉 依旧是令得他微微颤抖 狮王殿的眼瞳在此刻猛的睁大 脸庞上又是略过一抹猙獰之色 滔天魔气席卷咆哮之声 相撤天语 天魔罗声门 魔气扑天盖地的汇聚而来 快若闪电班德在他的前方 化为一道万丈爬大的黑暗门户 门户之上布满着无数的魔纹 一种邪恶到极点的波动荡漾而开 并不起眼的黑色光线 于是在此时暴力而至 然后 直接是毫无闪避的 重重地撞在了那黑暗的门户之上 两者相撞并没有任何的巨声响起 也不见有任何的恐怖能量席卷 众人正正地望着那静静矗立的黑暗门户 下一刻 瞳孔突然一缩 一道道裂纹悄然地从门户之上蔓延开来 最后砰的一声 巨大的门户瞬间崩碎开来 门户崩碎的刹那一道凄厉的惨叫声 也是自那后方响彻而起 滔天魔气紊乱 只见得那后方石王垫的身体 竟是在此时生生地爆炸开来 石王垫 那剩余的两名一魔王健壮 面色俱变 眼中有着浓浓的惊骇之色 对于石王垫的实力 他们再清楚不过 然而即便是如此 竟然都敌不过眼前这吞噬之主 看来他们一魔之中 能够与吞噬之主正面抗衡的 也就只有最前面的三位大人了 助理大长老等人见到这一幕 眼中顿时的有着狂喜涌出来 吞噬之主望着这漫天紊乱的魔气 眉头却是微微一皱 玄机轻叹了一声 眼中颇有些遗憾的味道 吞噬之主 那些紊乱的魔气突然蠕动起来 充满着怨毒杀意的咆哮声响彻前击 而后那弥漫魔气再度汇聚 一道魔影又是闪现了出来 正是那石王垫 不过此时他的面旁一片惨白 显然是遭受到了极为严重的重创 吞噬之主面色淡漠 他盯着那再度出现的石王垫 眉心处的那神秘之眼 再度闪烁起了黑色光芒 吞噬之主 这应该便是你最后一次出现了 你等着 这片天地最终必然会沦为我一抹掌控 到时候这天地的生灵尽为奴隶 哈哈哈哈 石王垫立声咆哮 他望着吞噬之主眉心中闪烁的光芒 终是一声冷哼 袖袍一挥 滔滔魔物弥漫 直接是将那两尊一芒王包裹 而后直接地划破空间而去 吞噬之主望着那逃顿而去的三人 没心处的神秘之眼 也是缓缓地消散而去 吞噬之主大人 为什么要放他们离去 助理大长老见状犹豫了一下 忍不住地问道 那石王垫显然在一模中拥有着相当高的地位 若是将其放走的话 无疑是放苦归山了 我毕竟是一个陨落之人 要抹杀他也并不容易 吞噬之主威威摇头 略感惋惜地道 他同样知道 今天放走石王垫 来日不知道会有多少强者陨落其手中 但奈何心有余而力不足啊 今天能够逼走他们 一事颇为的不易了 助理大长老柳青等人揭示一声暗叹 的确可惜了 这瓶空间已是濒临破碎了 你们也尽快离开吧 吞噬之主淡淡地道 听得此话众人也是连忙的公道 吞噬之主大人 不知道我族九丰太长老身在何处 那九丰足的穆迪大长老迟疑地问道 吞噬之主看了他一眼 旋即袖袍一挥 一道黑光便是自吞噬神殿之中掠出 接着画完一道人影 正是面色惨白的九丰 而这九丰一出现 便是见到了林栋那熟悉的身影 登记抱贺起来 咆哮道 穆迪 给我抓住这个小子 吞噬之主一声冷哼 那九丰身体绝颤道一下 旋即眼中有着浓浓的恐惧之色涌起来 在这一刹那 他感觉到了一种恐怖的围崖 将其笼罩 太长老 这位是吞噬之主大人 穆迪急忙低声道 满头的冷汗 虽说九丰在九丰足拥有了极高地位 但眼前这人可是直接翻手间 就能灭了两罪一魔王的绝世猛人 他们九丰足得罪不起 九丰面色惨白清白交替 片刻后方才干笑着低下头 手中满是冷汗 林栋以后会是我的传承者 你们若是在找麻烦的话 以后后悔了 可别来怪我 吞噬之主看了九丰一眼 淡淡地道 九丰面色微白 他再有天高的傲气 也不敢在吞噬之主的面前表现 当即只能苦涩地点了眼头 有了吞噬之主这句话 他以后也得好生点亮一下 而且那时候 获得吞噬之主传承的灵动 或许也不是他能够得罪得了的 一抹潜伏这片天地 终归还是会有一场大战 清朝之下 烟有完软 吞噬之主轻叹一声 宣祭他目光看向了柱黎 柳青 穆迪 昆渊四人 说道 你四人已是触及到了轮回 今天相近便是缘分 便送你们一场造化 柱黎四人闻言先是一愣 眼中顿时的有着狂喜涌出来 吞噬之主屈指一弹 自到光束掠出 静直地掠进了四人的体内 这是一些轮回的感悟 希望你们能够领悟 真正的踏入那个层次 柱黎四人微闭双目 那脸庞上有着一抹沉醉的深思之意浮现 好伴赏之后 他们方才激动地 对着吞噬之主恭恭敬敬地弯身行礼 你们应该与林栋有些渊源 念在他帮我后人的份上 也祝你们一礼 吞噬之主再度看下了小雕 小颜 以及天龙妖帅等人 射跑一回 道道学妙的光束掠出 最后钻进了小雕等人的身体之中 小雕等人身体表面都是淡淡的黑色光芒缠绕 玄机光芒淡去 尽数地收敛入他们的身体之中 多谢吞噬大人 天龙妖帅等人激动地浑身颤抖 小雕与小颜倒是略好一些 不过依旧还是冲着吞噬之主恭敬的一抱拳 希望我所做的这些 能够为再次出现的天地大战贡献一些力量 只不过这一次 老师不在 能否护得天地生灵就靠你们自己了 吞噬之主一声轻叹 玄机他便是不再多说 身形一动化为黑光 掠进了吞噬神殿当中 而在其身体掠进神殿之后 一道巨大的黑色光圈缓缓地蔓延出来 将在场的所有强者都是笼罩在其中 众多强者望着那黑色的光圈 那里似乎是有着一种玄傲的无法言明的东西 悄悄地窜进了他的身体 虽说这种玄傲程度 比不上之前吞噬之主给予助理小妖他们那般的 但也是一种眼子 只要这些强者有所机缘 说不定便是能够再进一步 这份礼对于在场的这些强者而言 几乎比任何的宝贝都要珍贵 恭送大人 除了这份大礼 在场的众多强者眼中都是泛起了浓浓的感激 然后单膝跪下 整齐的鹤声在这片破碎的空间之中远远地传开 我们也走吧 助理大长老望着光圈逐渐收敛的吞噬神殿 一声轻叹 说道 林洞有此机缘 倒是天大的福分 不过我看这份传承 罢是需要不短的时间 小妖点点头 如今他也只能先回四象宫安静地等待了 走 小妖等人也是并未拖沓 再度深深地看了一眼这吞噬神殿 而后身形略起 迅速地对着遥远之处极虑而去 而在即将划破空间时 他们的目光已是忍不住地再度转过来 望着那孤风之上的黑色大殿 他们有种直觉 带着林洞再度出现的时候 他的实力必将会达到一种相当惊人的程度 而那时 等你出关之日 便是我们重回东玄域之时 小雕眼瞳当中一抹冷冽之色闪略而过 双掌已是突然紧握起来 原文的老狗 当年的债 我三兄弟终于是要讨回来了